每一年的几率 那统计这个几率里面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我要必须抗诊 假设我第一个的话 就算1号出现的次数是多少 101年 那我可能就要用什么 康义福 按确定 那康义福的范围在哪里 101年的哪个范围 开奖号码到最后一个 所以一般是这样的选 就是选第一个 然后再往下卷动到最下面这个 按Ship键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那criteria的话呢 就是它的条件是1号 17个 出现的次数是17次 在这么多范围 99乘上6 这个范围里面出现17次 那几率是多少呢 当然就是要把它除以 它总共的 总共那个号码的这个 总共多少号码 那等一下会像下填满 所以记得怎么样 把这个按F4 按确定 17就出来了 但是呢我还要统计什么 统计它总共的 号码的数量 刚刚是不是选 应该没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教各位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用con 然后再去选范围 有时候很容易选错 我比较建议各位 可以用定义名称的方式 以后用定义名称配合F3 取代用这种选 因为这种选很麻烦 很容易选错 那怎么样定义名称 记得哦 可以先点这边 按 再选按Shift键 这个范围 Shift就是选取了 那在Ctrl Shift 怎么样 向下 向下的话 就选到最下面 先把这个范围怎么样 Ctrl Shift 向下 它就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告诉它说 以后 这个范围我就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呢 也许我取名叫做开奖101好了 101 OK 那特别注意 那你想说老师 那你为什么不叫做那个 应该是 为什么不叫101就好了 好 其实特别注意 这个范围 如果说呢 打错了位置 如果你用那个数字 直接101的话 它不接受 一定要是文字开头的才可以 Enter 这个范围呢 就叫做开奖101 Enter OK 好 那以后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范围当 开奖101 一样的方法 102也是一样 按Shift键 Ctrl Shift 向下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范围叫做开奖102 好 名称定义好之后 再来做分析就比较快了 那这个地方一样 如果一样用那个Ctrl If来做的话 范围 请记住 刚刚是开奖101 按F3 记得是配合F3 开奖101就出来了 这样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简单 而且比较不会让选来选去选的很容易错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一个 而且它不用锁起来 它只要选好之后 也不用把它做什么F4锁定 范围定义出来之后就OK了 按确定 而且呢 它的公式可阅读性也比较高 OK 好 点两下 就算出来 它的次数 但是这个不是几率 所以变成要怎么样了 把这个公式 ctrl 试一下 再除以什么 它 这个开奖101里面 总共有几个号码 不用条件 所以呢 就把Ctrl If 改成Ctrl 或者Ctrl A也可以 因为Ctrl是算数字 那因为里面都是数字 你Ctrl A 里面也是算 所以Ctrl 我们用Ctrl好了 Ctrl 除以呢 Ctrl 里面 开奖101有几个号码 打勾 几率就算出来了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是多少 大概是万分之245吧 后面还有一些 那如果说你不需要那么 就是这样的格式 你觉得不喜欢的话 你希望是万分之多少的话 诶 有没有办法格式化 其实这样子 顶多你也许就是什么 诶 减少小数点 万分之多少 这样看起来 像看起来 很高的 有些人